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至三十三节 耶稣说 时候已到 人只要进入荣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一粒墨子如果不种在地里死去 就依然只是一粒 但他死后 会结出许多新的墨粒 就是新生命的丰收 谁爱惜自己在世上的生命 就会失去他 谁不顾惜自己在世上的生命 反会保住生命到永远 凡要作我门徒的 就必须跟从我 因为我在那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 凡服事我的人 父都要让他得荣耀 我现在内心挣扎不已 我应该祈祷说 父啊 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 但我正是为此而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这时有声音从天上传来 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我还要这样做 在场的众人听到这声音 有人以为是打雷 也有人认定是天使在跟他说话 耶稣对他们说 这声音是为了让你们得益处 而不是为了我 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 这世界的统治者 撒旦要被赶走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 就要吸引所有人归向我 耶稣说这话 是要表明自己将会怎样死去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早有准备的牺牲 曾经听说过 有些等待骨髓移植的病人 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骨髓 但是捐赠者却在最后一刻退缩 令病人得救的希望落空 其实要作出牺牲 人不免会犹豫 经过心思熟虑 有些人会放弃 但是有些仍然甘愿牺牲自己的 就是真正的舍己为人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一再强调耶稣为人牺牲 并非出于一时之勇 乃是早已知道是为此而来的 马利亚高末主 是为他安葬作准备 耶稣骑路入城 亦都是为应验旧约的预言 他对门徒言明 一粒墨子必须纵在地里死去 又在挣扎后 听到上帝的声音 所有人的反应 亦都吻合以赛亚的话 耶稣经过这么多的准备 内心仍然经历极大的挣扎 但是他义无反顾 却愿意为我们牺牲 可见他是多么爱世人 多么愿意我们得救 如果耶稣要我们跟随他 我们又是不是愿意 好像他一样为别人牺牲 甚至为这个牺牲作好准备呢? 有些弟兄姊妹 肯为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 另一些 或者愿意为栽培初信者 牺牲自己的时间 我们为主的缘故 准备牺牲什么呢? 上帝感动我们去爱谁呢? 为谁牺牲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